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的梦想,但实际上,永生非常难以实现。 秦始皇曾派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,可最终还是病死在了途中。 即使到了科学和技术如此先进的今天,也依然没有办法达到让人永生的水平。 而且人们的寿命长短不一,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死了,而有些人的寿命甚至可以超过一百岁。 科学家表示,人类无法决定自己的寿命,就像人类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。 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,无法通过主观愿望和科学方法来增加。 这是因为人类的寿命与基因有关,那些在恶劣环境下控制机体防御功能的基因, 能够显著地改善生物的健康状况,并延长其寿命。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生物机体的正常防卫和修复机制也会渐渐衰退, 从而导致衰老。 然而研究者发现,有一个基因家族与生物体的应激耐受性有关, 他们能够加强各个年龄段生物体的自身防卫及修复活性。 这些基因通过优化身体的生存技能,最大程度地提高个体通过困境的几率。 如果这些基因处于激活状态的时间足够长,就能让人活得更久。 这个基因家族就是长寿基因。 长寿基因的影响力可以改变人类的生命进程, 让生长活力,不会因为年老而衰退, 使人在70岁、90岁乃至100多岁时, 仍然能够保持他50岁时的蓬勃朝起。 不过寿命不是某一个基因作用的结果, 人体内有多个基因同时主宰着人生命的长短, 它们的综合平衡决定人的寿命。 3.1是公认的长寿基因, 在DNA、细胞等水平都发挥重要的作用, 能抑制细胞死亡,保护DNA序列的完整性, 还可以调节新陈代谢的速度。 3.2基因则在细胞在受到外界伤害的时候, 依然维持机体内存活和死亡细胞的平衡, 同时还具有调节新陈代谢的作用。 3.3基因通过抗衰老媒来保护线力体中基因, 不受外界伤害, 为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, 保持细胞的活性, 延长细胞的寿命, 从而达到抗衰老的效果。 此外, 还有许多已发现的长寿基因, 它们都具有不同的作用, 还有更多未发现的长寿基因在等待我们去探索。 每个人的基因不同, 因此每个人的寿命也就不同。 如果家族中有长寿的人, 那么他很可能也有长寿基因, 并且寿命可能更长。 但是, 如果家族中的人大多寿命短暂, 那他也很难长寿。 在世界五大长寿村之一的巴马县, 当地的老龄委, 堆县里144位长寿老人进行调查后发现, 他们当中祖父母寿命超过70岁的, 占29%和38%。 父母寿命超过70岁的, 占41%和37%。 美国布尔斯博士的研究也表明, 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有长寿的人, 也就是说有超过90岁的老人, 那你寿命超过90岁的几率是正常人的17倍, 并且长寿主要遗传自母亲, 也就是说, 如果母亲长寿, 子女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, 但如果父亲长寿, 子女则未必长寿。 当然, 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寿命, 都是建立在不发生意外的前提下的。 一旦发生意外, 那些既定的守望定律就得到了破坏, 寿命的长短也会受到影响, 因此生活习惯和饮食十分关键, 如果睡得太晚, 不仅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, 学习效率, 还会耽误身体排毒, 干扰免疫力, 进而诱发高血压,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。 吸烟和二手烟会导致癌症, 心血管疾病, 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。 饮君子的平均寿命, 比不吸烟者减少至少十年, 而长期酗酒的人会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肪变性, 坏死和再生, 最终导致肝硬化, 寿命比起普通人来平均缩短了二十年。 所以, 只有自己保证自己, 又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, 不熬夜, 不试烟, 不酗酒, 才能减少各种疾病发生的可能。 同时, 饮食也成为现代人健康的另一隐患。 油炸的垃圾食品虽然好吃, 却不健康, 其中的反噬脂肪酸有引起关心病的风险。 适当的运动也有助于身体健康, 使人更加长寿。 因此, 现在很多90后也都已经纷纷开始养生了。 早睡, 泡脚, 穿秋裤, 保温杯里放枸杞, 除了想要变得更加健康以外, 更是希望可以活得更久一些。 人不能永生是一个既定的事实, 而我们最大的幸运, 就是因为科学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 而大大延长了寿命。 之前荷兰相关部门经过研究发现, 人类寿命上限最高可达115岁, 而这一说法, 之后又被美国阿尔伯特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推翻。 他们认为, 到2070年的时候, 人类寿命上限可达125岁, 总之你的基本寿命主要来自于遗传, 后天的保养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我们自律一点, 平时注意养生, 多活个一二十年达到百岁也不是不可能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收看,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, 记得关注我们哦。